大家好,今天來教如何成為武林盟主 首先你必須要達到六大門派,好感度60以上 事法室如勝館,九江水在,神埔門,狼爺劍閣,道玄宗 目前五個開放交易的門派都可以利用解任務來增加好感 比如我現在是劍閣門派,可以直接解懸賞榜,增加門派好感度 或是跟掌門問好,以及切磋都可以增加好感度喔 劍閣掌門很難打,身上一定要裝玉屁血 不然你會流血致死喔 但如果是沒辦法加入的九江水在,怎麼增加好感呢 我們先直接進去裡面 可以透過跟門派除掌門外的其他NPC送禮增加好感度 像我把神機好感度升到110,此時會發現門派好感度變為10 但是加最多的還是掌門,所以主要跟掌門建交才是重點 像我現在將掌門好感度乘到70,門派好感度直接變為45 還有一個增加好感度的方式就是教好,透過捐獻來增加好感 當以上門派都敬重時,會收到說書人叫我們前往軒圓台 軒圓台位於無名村莊右上角 你進來時說人會提醒你成為盟主後將會強制結束遊戲 這次走到台中間會看到六大門派的幫主鬥戰 這邊成為武林盟主的條件很簡單,就是要單挑打贏每位長們 若天橋算簡單好打,所以沒什麼技巧,就全力轟他即可 第二戰是定風波,比上一場難打一點,但也不用什麼技巧 全力碾壓過去就可以了 第三場菜圓長開始有些難度,他又彈又痛,而且還有兩條命 看我被打兩下都快掛了 所以打武林盟主實際的多背一些藥皮,以備不時之需 我最多夢玩的是流血刀,五道都是點坦的居多 其中有個特性是越打會越坦,所以我只要撐住第一下 基本上傷害就會越來越低 這場打了五分鐘,總算打贏 第四場遇到的是攻擊最強的劍癡 這跟之前掌門切磋一樣,打他一定要穿玉皮鞋 因為他身上的盔甲可以反傷,讓你有流血跟內傷的狀態 不然你會被反傷的流血狀態用到死 撐了好久總算打贏了 第五局是我天生的克星,因為我這周是走全坦 唯一的傷害就是流血,用狀態來打 但這次合上免疫所有負面狀態 而且他大絕是三次傷害無敵,加上他又有兩條命 光這個我打了快40分鐘,如果你是走像我這樣的流血派 一定要把局刀換成太極十三四,扣30%最大生命 不然你會達到懷疑人生 當然如果你想邊放自動邊吃便當就沒什麼問題 最後一場我們要打的是重陽子 打這隻要注意的是他會分攤傷害跟反傷 要隨時注意血量,如果是真的怕被反傷太重 就不要貼著打 但是不貼著打就沒辦法觸發側擊或背擊的效果 再來就是消耗戰了,真的血太少就要馬上賭唷 好想有補品夠多,總算打贏了 打贏大家就會對你心服口服 此次會達成一個成就,武林盟主 從新的週末開始時你就可以起到武林盟主的天賦 除了名聲十集可以讓你更快提升跟每個NPC送禮好感度之外 還可以一開局就邀請六大掌門成為你的隊友 以上是如何成為武林盟主的全攻略 如果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麻煩我點個讚或訂閱支持一下喔 我是小瘋,我們下次見